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在做這個冰體月餅的黑芝麻餡 黑芝麻? 你這樣拍完之後會不會沒有人敢吃 我們辛苦了很久... 我開場了 CUT! ACTION! 我們辛苦了很久的成果就是 不知道好不好吃的綠豆餡 芒果 芒果綠豆餡 芒果柚子綠豆餡 芒果柚子綠豆餡 還有... 冰皮皮 冰皮皮 我們的月餅網 我們現在就開始工廠老公 工廠老公 工廠老公 工廠老公的行動物 現在已經夜深了 所以我們去吃飯了 登登 登登 哇! 好成功啊 超成功啊 超成功啊 我們終於在10點58分迎來了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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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動了 那隻很漂亮 那隻很漂亮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留線營 開始旅工了 它開始浪漫了 沒有種 沒可能原型不太容易 對 我們不如就這樣做台灣月餅 還沒試過就放棄 我已經預知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已經爆了 這個是我們想挑戰的流心奶黃月餅 我們覺得有點危險 因為它已經開始有點爆的跡象 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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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時吃了吃了 這些顏色不見了 因為漏了出來 我們做奶黃月餅 你們不要 你們都在幫我這麼爆的鏡子 怎麼了 假笑 都崩潰 不過我去腹背受敵 噢 Shit 直接撕掉了辣椒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冷了 現在 哈哈哈哈 基本上完成了 冰皮 現在我們 撒上最後一碟的 奶黃月餅 還有 朋友J 最後這一粒冰皮 我們今天就 大功告成了 哇 有點不美 我們 最後一粒冰塊月餅 成功 我們今天的冰塊月餅 快作戰 成功 今天努力的成果 就是這三種味道的 月餅 這個很明顯是我們 嘗試的流心奶黃月餅 不過流心應該爆出來 所以應該沒有流心的 所以它現在是奶黃月餅 而這一粒就是我們的 芒果綠豆 冰皮月餅 而這一粒就是我們的芝麻 那我們現在就切開來 嘗試它們 是什麼味道 就是 它有紫味很出 我吃不到芒果味 而且它的綠豆 好 因為我想像中不濃味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喜歡奶黃月餅 所以它比我想像中容易接受 基本上沒有豆味 就是有甜味和煉熔的口感 粉味也沒有 好 哇 更輕輕的 大黃月餅 非常好吃 嗯 好吃 我喜歡這個 嗯 那整粒呢 吃得不耐心 不然我們這麼興奮 我來吃 哇 好黏 真的 不是 我不想說 這個有餡口 不過光的月餅 真的很廣 但我黏住了 這個我還錯 我的排名是 奶黃月餅 柚子月餅 還有芝麻月餅 奶黃月餅這種叫做 羊菜都會贏 嗯 留下了 留下了 都還贏 旁邊 好啦 我們今天的月餅 成果發佈 快點應該不會再做月餅了 嗯 好啦 Bye 中秋節了 Hello 今天星期六 中秋節的正日 Yeah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雖然看到的時候 應該可能是 Thanksgiving 哈哈 所以我預祝了正日 是Thanksgiving快樂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記錄一下 我們準備 給我們一個很優秀 很有才華的朋友 朋友 J Yeah 我們準備了一個小小 也不算是驚訝的 我之前也有跟他 說過我們這個計劃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 這麼優勢的朋友 他不單止 本身很聰明 哈哈 還懂得拉小提琴 聽嗎 哈哈 很有氣質的一個樂器 所以呢 他不單止 獨租很厲害 他還加入了一個 Local的Orchestra 叫做 Awesome Orchestra 他是一個 Bay Area Local的Orchestra 他們就會有很多 Local的 音樂人 他們就可以自己 去Sign Up 去Join這個Orchestra 去 他們不同的表演 聽說 他去車房 整車的地方 去一些 天文台 然後我們這次呢 這個朋友呢 就Sign Up了 其中一個Orchestra的表演 是去 三藩市的 Botanical Garden 所以呢 我們 就很一定要去支持他 然後呢 我們就會準備 弄一些 弄一些 有他的樣子的 Poster 偶像 偶像級的待遇 幫他應援一下 哈哈 所以我們今天 就記錄一下 我們弄這個 哎呀 應援的 應援物資的 片段 證明今天真的是中秋節 中秋節 我弄了15分鐘的 很多人害怕 拿出一把剪刀 在鏡頭前面 嘿嘿 這個是我 暫時的 進度 我覺得 欸 那個小提琴呢 就畫得 嗯 有些進步的空間 不過呢 我進了力了 就是這樣 來吧 哈囉 我們 哎 我剛才真的搜完圈 先煮了你 我們買到 石膏了 不過呢 剛才我想吃那隻 蜜瓜味 賣光 所以 我轉賣 榴槤 海參果味 看看這間 傳說中的Marco Follow 新鮮 吃的時候 是怎樣的呢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開心果的 在上面 嘩 都挺煙韌 嘩 嗯 挺好 看看這個榴槤味 榴槤好像吃 榴槤那樣 好像吃榴槤那樣 好像吃榴槤那樣 你點了什麼味道 咖啡和荔枝 你那個 Cornier的那個都沒有 有啊 咖啡和Cornier 那個榴槤很好吃 我覺得榴槤最好吃 下次會回收 買個Pine 我們現在 走著去 音樂會 新鮮市的Potentical Garden 其實是在 高定義公園 金門公園裡面 其中一個景點 來的 那 新鮮市其實本身 都是比較難拍車 可以看到這裡 所有的 Street Parking都差不多 已經被人拍了 所以 好不幸 我們 遲了來 就要 拍得比較遠 差不多十條街 我們都 有少少 遲到了 其實 應該 四點鐘開始 但是 現在都已經 超過四點了 但我們剛才有些朋友進去 他說 太多人 終於找不到好的位置 帶來你們 這裡進去 看看這個 三藩市的植物 植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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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畢家伙了 已經好像 整個草地都佈滿了人 我們還要繼續努力走 畢家伙了 遲到了 終於來到 進去了 但是就要 排隊 希望不用等太久了 我們已經賣了票了 所以 你們可以快點進去 我們終於進來了 終於進來這個 植物公園 看看今天多少人 好多人都在草地野餐 其實我不用戴口罩 但是我想 真的有點敏感 對 自己敏感的皮膚 所以 心情都不太好 不過 Anyway 我們的朋友表演場地 因為我朋友是在Orchestra 我覺得應該是這裡 最多人的地方 所以 現在我們就要 在這麼多人的地方 找回 怎樣找回我們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 所以 待會看看 怎樣 怎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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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是英文 雖然 我們現在坐得很後 應該看不到 不過 有另一張 在這裡 我來看 那是 你在這裡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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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要跟我們那個朋友準備 一個小小的驚喜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 準備 接下來 第二個驚喜 三個驚喜 成功 星期就差不多了 猜不猜到我下一條片會去哪裡玩呢 記住留意啦 各位感恩節快樂 Happy Thanksgiving 下一條片再見 Bye Bye